2022年兩個季度已經過去 我們先檢討一下上半年的市況 到底情況如何 直到現在這分鐘 2022年最高指數是2月10日的25,050點 最低指數是3月15日的18,235點 即是今年的市 而嚴格來說整個浪出現先高後低的形態 波幅是6,815點 說真的這個波幅還是小的 因為去年的波幅有超過8,500點 前年的波幅也有超過8,000點 今年的波幅我當作是7,500至8,000點 即是後續一定有更大的波幅點 意味著我不管你更高或更低的市數 一定在後面 而按照現在的情況是一半一半 為甚麼這樣說呢 沒錯 指數經過在6月下旬之後 一直一直上升 直到現在這分鐘 以去大概在21,800點計算 是在100天、10天、20天和50天線之上 其實很多人都不明白 為甚麼我一直拿著移動線來做一個分析 因為指數要站在這幾組移動線上 成交量配合 你才可以進一步挑戰250天線 在23,814點 在座間水平 你過得到這250天線 下個目標就直至今年的高位25,050 但事實上以現在的指數來說 很大機會在7月初先行會反覆在 100天和10天、50天線之間 其實情況是這樣的 指數現在在21,800點計算 100天線大概在21,648點 10天線在21,631點 20天線在21,528點 即是指數在21,88點 只要有200、300點反覆 向下走 已經可以跌穿幾組平均移動線 一旦出現這種情況 不用說市場當然是先低的 問題是 如果是越初低到越尾 即是由頭跌到尾 但現時的情況 我覺得機會真的不是那麼大 第一 內地刺激經濟政策仍然不斷出台 第二 雖然兩地通關還需要一些條款 但最低限度是朝著方向走 經濟很可能最不明最壞的一刻 已經慢慢慢慢過去了 剩下的就是 當大家覺得經濟未來的前景 可能會看高一線的時間 市房就算反覆也好 理論上也不會跌得太多 但還有一點是不明的 就是美國的利率 這一點大家真的要留意 如果為了打壓通脹 聯儲局可能會進一步大力加息 聯邦基金利率 現在是1.5到1.75厘 如果加多半厘的話 就是2厘到2.25厘 如果加多是4分3厘的話 就進一步提升 即是整個利率 不斷向上吹升的形態 是會衝擊到美股 由於美股始終是主要市場 牽一髮動全身 所以如果杜瓊絲指導 再繼而反覆 甚至跌穿近期的低位 2.9654點 港股很難獨善其身 這是此其一 第二 說真的 近期來說大市 雖然成交加碼 是曾經迴亂到2000億 或1759億 但始終是單日和兩日的收入 我要說的是整體大市平均的成交加碼 事實上過去一段時期 成交加碼平均來說 都是在1200、1300億 最多都是1400億 換句話來說 市場的氣氛和動力方面 好的只是很短的時間 而大部份都是處於一個整固等變的形態 股份那方面的表現 亦都是強差人意 例如最近上市的2246 IPO是21.5 第一天仍然有少少給你賺的 見一見的23.5 你不走 當日收市已經落到16個秋二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到現在這分鐘已經落到12元 如果IPO回來一手半手 你不走 幸好是一手半手 不是多 差不多沒有一半 你對後續新上市的公司來說 會否有些影響呢 多多少少都有 最低限度股股心態會比較保守 騰訊大股東 未來每天在市場上3-5% 以當日的成交金額計 大概3-5%沽售 如果你說一手給基金配售 基金坐了那手貨 就等機會再推上去 因為已經消化了 相反來說 在市場上慢慢沽 不知你沽到何時 如果真的手上那手貨 全樓要沽一人計算的數 起碼要八年至九年 我覺得不會沽到清 但三個月四個月這樣沽 都很難捱 騰訊行指成分佔8% 如果走勢一直都是陰陽怪氣 你不可能對阿里 對美團 甚至對京東沒有影響 多多少少會令到一些想參與的 想入市的資金稍為抱著官王的心態 這是很自然的 騰訊強勢 買不到騰訊就買阿里 買美團 買京東 騰訊如果入市 其他可能會低等 這是很自然的心態 另外是雙湯 解禁忌一度 以收市五個八毛八指計 第一口價開出來已經5元 接著已經在4元以下 換句話來說 我不管你6元7元多少錢走 多少錢買都好 一開出來你已經無法走 這些跌法殺傷力很大 省戶就無奈 一定要坐貨 即是市場的陰陽怪氣 其實真的比較多 作為省戶來說 面對這些環境 你除了搬網之外 你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應對 因為你今天買完 明天陰陰光光 後天買完又陰陰光光 一段時期向上走的話 我們可以捉一些短期的升浪 但說真的 去到第三季的第一季 嘉月天市場的焦點 多多少少會放在美國的利率上升那邊 如果美股又再進一步反覆 你未必會顧 但最低限度你不會先賣 所以形成了7月初旬大市的氣氛 可能都會略為保守 至於後續的市 會否再試一下下面的低位 第一個當然是6月16日的20,697點 這個防守性暫時可以信任 但當指數跌穿18、20和10天線的時間 多多少少都來慢著一些 好像是反覆而不明的氣氛 傳統來說是五窮、六絕、七翻身 其實5月沒有窮 指數是由19,178點 升到21,415點 一點都不窮 如果以這樣計算的話 6月份亦不絕 因為指數是由20,697點 升到22,449點 既然5月不窮、6月不絕 7月就沒有甚麼翻身不翻身 但反過來5月是先低後高 6月是先低後高 7月份可能會來一個反轉頭的閒 也不頂 會有少少反覆也不頂 所以暫時在月中之前 我覺得稍為留一留守 等一等 不要那麼急 看看市況是怎樣 如果是先低,看看低在哪裏 然後我們再看環境體的氣候 做一步就比較好 市如果有機會走好一點 就清停點水 細細住大大聲 因為大市 說真的 會否再試今年的低位 現在都很難下定律 因為上面始終還有250點市 大家真的要記得 暫時留一留守 盡量保留現金在手 有機會細住買一下 就沒有相關 好了 7月是怎樣的話 到下星期我們會知道 大家記得按讚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還有分享給朋友 多謝